2004年 郭晶晶在雅典奥运会连展两枚金牌 成了名副其实的奥运冠军 当时25岁的霍启刚对23岁的郭晶晶一见钟情 从此跳水皇后和霍家长孙 开始了唯美的爱情之旅 嫁入香港豪门霍家后 郭晶晶十分低调 坐着朴素无华默默做事的豪门而起 41岁的她过生日时 丈夫霍启刚给她准备了一个小蛋糕 夫妻二人就这么低调而温暖地过完这个生日 没有邀请一个名媛 不得不说 霍启刚、郭晶晶夫妇实在是豪门的典范 郭晶晶小的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好 于是就被父母送去跳水锻炼身体 凭借着天赋加努力 郭晶晶11岁就进了国家队 成了余芬的学生 当时女子跳水界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高峰 福明霞 从进入国家队的那天起 郭晶晶就在不断追逐福明霞的脚步 这一追逐就是七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是郭晶晶人生的第一个奥运会 那时候她仅仅15岁 虽然仅仅拿到了第五名 但这场运动会对于郭晶晶的意义是巨大的 福明霞宣布退役后 郭晶晶凭着艰苦的训练成长为国家跳水队新仪姐 尽管在悉尼奥运会因福明霞付出 郭晶晶遗憾摘淫 但她终于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圆梦 而且在雅典奥运会上 郭晶晶遇到了炙守一生的白马王子 霍启刚 霍启刚是香港富豪霍家的嫡长孙 是豪门公子中的代表性人物 霍家更是把霍启刚当作接班人一样培养 霍启刚被郭晶晶完美无瑕地跳水身姿深深吸引 当时霍启刚还不认识郭晶晶 只是被这个女孩的英姿萨爽所吸引 体育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每一届奥运冠军得主都要去香港赴宴 后来郭晶晶跟随奥运代表团访港赴宴 霍启刚像个小迷弟一样 跑去找郭晶晶合影 至此二人正式认识 然后他们就一直保持联系 霍启刚在采访中还表示 感谢北京 如果不是这次访港 和郭晶晶也不会相识相知相爱 当年霍振婷一句 感谢晶晶下架我们霍家 再次将郭晶晶推向热搜 以霍家的地位 说出高攀郭晶晶的话 这是对儿媳最好的肯定 郭晶晶和霍启刚的婚礼 共举办了三场 规模宏大 请来的嘉宾都是非富即贵 林子祥和叶倩文这两位大咖 为郭晶晶霍启刚的婚礼献唱 主持人是曾志伟 以曾志伟的身份地位 恐怕无论给多少钱 都不会当婚礼司宜 也就是霍家 才能请得动他吧 婚后的二人非常低调 这一对夫妻认真朴实地 过着自己的生活 而郭晶晶也从未将自己 定义为豪门阔态 郭晶晶和霍启刚二人 在外出的时候 也从来不会带保镖和助理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亲力亲为 记得在郭晶晶41岁生日时 霍启刚非常温暖地 给他准备了一个小蛋糕 两个人没有大宴宾客 低调而有内涵地 过完了这41岁的生日 与很多每逢生日 必要大操大办的豪门阔态不同 郭晶晶没有邀请任何一个名媛赴约 郭晶晶就是这样的人 即便顶着奥运冠军和霍家掌席的光芒 他也会坚持做自己 和霍启刚结婚的十多年中 郭晶晶从未停止过做慈善 多次出席慈善晚宴和各项工业活动 在疫情期间 郭晶晶主动当起了疫情防控的志愿者 还和霍启刚捐献大量物资 他们低调随和接地气 有很多网友都在大街上 看过霍启刚郭晶晶手牵着手 甜甜蜜蜜的样子 他们吃着快餐 也喜欢逛平价超市 像个平常夫妻一样挽着对方 也从未大张旗鼓地带着保镖和助力 郭晶晶与那些费心尽力 嫁入豪门的女生 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们爱慕虚荣 为了得到名分 不惜成为生孩子的工具 进军上流社会后 更是分华迷利 而郭晶晶不忘初心 丝毫不忘记做人的本分 郭晶晶不爱珠宝 不爱首饰 除了重要场合 他基本都是素颜出镜 喜欢逛平价超市 爱吃路边摊和快餐 从来不带任何保镖和助力 低姿态做事做人 即便嫁入豪门 他也不忘初心 这是多么的自律和有底气 如果霍英东还在世 看到这样优秀的孙媳妇 也会非常高兴吧 一代好妻 十代好子 霍家必然会繁荣昌盛 子孙绕夕 作为霍家儿媳 郭晶晶的生日 似乎并不怎么受重视 除了霍启刚送的一个小蛋糕之外 再没有收到其他礼物 也没有看到霍家 其他人送祝福 从郭晶晶晒出的照片上能看到 这个生日只是他和丈夫 简单地过 并没有举办什么盛大的生日派对 要知道 如今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明星 在生日的时候 也会举办一个派对 大肆庆祝一下 但是郭晶晶作为霍家的儿媳 算是香港顶级的豪门阔态 没想到生日的排场却这么小 而且郭晶晶似乎在香港名媛圈 并没什么联系 生日时身边竟没有一个名媛 好姐妹陪伴 对比起李嘉欣 简直天差地别 李嘉欣前不久也才过完53岁生日 当时他可是召集了一大批的名媛 好姐妹 在一个古堡中喝着香槟庆祝 最后还收到了一个精致的LV包蛋糕 不得不说 这过得才是人们想象中的豪门生活 反观郭晶晶的蛋糕 看起来就有些略显寒酸 也难怪没有明媛好姐妹在身旁陪伴 但也有网友认为 郭晶晶原本就不需要这些表面的东西 来证明和维持自己的身价和地位 原本郭晶晶就不混明圆圈 当然也没有所谓的塑料姐妹花 当初李嘉欣千方百计 硬着头皮挤进豪门贵妇圈 也只能博得一个站在边缘拍照的位置 这样的虚荣不要也罢 要知道郭晶晶现在的地位 压根不需要明媛姐妹来衬托 当初歉意而袭 许子齐被李嘉欣抢着八戒 但郭晶晶从未接触过许子齐 在某次活动上 与许子齐相遇时 许子齐反倒是赶紧上前和她打招呼 格外的金热 不得不说 比李嘉欣受到的待遇 那可是强多了 当初李嘉欣挤进许子齐的 明媛贵妇圈时 不少人都嘲讽郭晶晶被排挤在外 因为从未在明媛圈看到过她 因为从未在明媛圈看到过她 但实际上郭晶晶压根看不上这个圈子 要知道 郭晶晶混的圈子 可都是何超群这个级别的 当初两人的合影一出 就让不少人闭了嘴 而且霍家可是很宠郭晶晶的 甚至连已经离开霍家的婆婆朱玲玲 对待郭晶晶都非常好 当初她怀上三胎的时候 朱玲玲还特意送了她一块价值30万的名表 不得不说 李嘉欣可真没有这样的待遇 当初许家对李嘉欣厌恶都来不及 毕竟她是挤掉了赌王千金 才成了徐家儿媳 可以说李嘉欣进门时 是一点也不光彩的 许世勋当时甚至都没有公开 为儿子的再婚 办婚礼 而是关起门来 自己随便办个 其实从这儿也就能理解 为何李嘉欣非要挤进名媛圈 彰显自己的尊贵 而郭晶晶却不屑与名媛为伍 毕竟郭晶晶有着奥运冠军的身份 即便是霍家 也要给她几分面子 而李嘉欣则只是一个港姐 早年还专榜富豪 况且李嘉欣的丈夫许建亨 几乎是一事无成 虽有万贯家财 但没有能力 而郭晶晶丈夫霍启刚则不同 不仅体育事业红红火火 今年还走上了仕途 可以说丈夫的地位 也影响了外人 给予他们的不同待遇 对此 你怎么看呢